来到淡水中正路上 明明是北台湾知名的观光景点 但是人行道上竟然堆放了 各式各样的施工器材 而仔细看旁边根本没有围离 警示罪也放得乱七八糟 整个老街好像变成工地一样 造成不少民怨 而对此今天淡水局长 屋中仁也公开致歉 中正路老街的整件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只是说当初施工 我们工所同仁还有厂商 对于店家还有居民 还有游客的影响 没有一个充分的考虑 造成大家的不便 所以也代表工所在这边表达歉意 区长屋中仁表示 这个工程原本利益良好 但是施工单位的疏忽 低落的工程品质 让居民较苦连天 将来工所也会加强 对厂商的要求 无论是工区的交通疏导 又或者是环境的维护 会持续要求施工厂商 一定要在农历年前 将整个工程给做完 还给民众通畅的道路 我已经要求我们工所的 工程单位还有厂商 在交通维持 还有一些安全维护上 要做加强 那再来就是工程的施工 尽量减少民众的不便 那工期我们尽量缩短 我们希望在农历年前 把中正路老街的地平 先把它完成 让过年的游客来这边 能够更方便 不影响我们店家跟游客 还有我们在地居民的 一个出入的一个安全 走在淡水中正路的商店街上 因为人行道的工程 行人被迫走上马路 这样的景象就发生在工所前方 而这样的工程品质 真的让人看得相当傻眼 也希望工所加强监督 能够减少交通乱象 把施工带来的不便 给降到最低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